第二三题 小兰做电磁感应的实验 将磁棒以V的速率平移向左插入线圈内 减流G的瞬间偏转情形如图所示 下列方法中何者不能产生更大的感应电流 老师上课教过感应电流大小跟磁场强度有关 跟扎速密度有关 跟磁场变化率有关 所以A选项说在磁棒速率不变下 将线圈单位长度的圈速增加 这就是所谓的扎速密度 所以它可以使我们的产生更大的感应电流 那么B选项说在线圈不改变下 将磁棒平移向左的速率增加为2V 这就是所谓的改变我们的磁场变化率的大小 我们的由V变成2V 磁场变化率变得比较大 所以感应电流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B也可以使我们感应电流变大 那么诸说线圈向右 磁棒向左 然后两者皆以V的速率相互靠近 那么对相对运动而言 就等于是把我们的磁棒以2V速率靠近一样 跟我们的B的说法是一样的 所以诸选项也可以使我们的感应电流变大 那么C选项说磁棒不动 将线圈以V的速率平移向右靠近磁棒 那么原来就是速度V靠近 现在还是速度V靠近 没有增加我们的磁场变化率 当然也没有改变线圈密度 也没有改变磁场大小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增加我的感应电流大小的 所以C的这个做法是无法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所以第23题我们说下列方法中何者不能产生更大的感应电流 我们答案选的是C磁棒不动 将线圈以V的速率平移向右靠近磁棒 我们下列的速率平移向右靠近磁棒